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才因错阳差地展开 让本片在意大利卖破三千末票房 成为意大利最受欢迎的明星父子档 台湾片上特地邀请可以看透前世今生的知名秘密 老师将家业来替电影助阵 揭开父子档于天与余祥全的前世纠葛 据将家业老师表示 余天与余祥全前世为相差八岁的兄弟 作为大哥的余天靠主经营小杂货店 这两父母 七少以及弟弟 每当余天需要进城捕货的时候 就由余祥全帮忙顾店 余天不过日碰巧遇上了假日 余天决定带住余祥全一起去让他学习进货的美角 但第一次进城的余祥全太兴奋 时摸都好奇的四处乱看 余天一不小心就被人潮冲散 当余天跑步 容易在压保赌博的贪子找到余祥全时 却发现弟弟 把原本要捕货的前童童赌光 余天气的破口教训弟弟 一边骂一边垂打 你给我滚蛋 再也不要回来 年轻气盛的余祥全气不过 劝强的转头就走 从此引训全无 直到二十年后 生意越做越大的余天 依然心心念念住师宗的弟弟 直到某一天听到村民议论纷纷 有人倒在村口 余天才发现 那是失散多年的弟弟 虽然兄弟最后传指 但这今年过出苦日子的余祥全 已并入膏肓 即便请来医生急救 依然回天罚树 认为梅敬 到大哥责任的余天悲痛的发誓 若有来生一定要照顾弟弟一辈子 亦密不此生遗憾 所以这已是余天成 梅腾爱余祥全的父亲 即使儿子不按拍力出牌 让余天伤透脑筋 也竭尽所能的替他解决问题 将家业老师更别口直断补充 余祥全的个性刚 硬不易俊服 且双甲武器 不论财业或事业都不顺 看来余天 真的要劳心劳力的照顾 余祥全一辈子 让人不禁感叹 贤是今生的缘分 真的太神奇 我是你转世老大江 在4月27日 在国际影城长春广场 成品电影院 喜乐时代影城 台南真上美剧院等四家戏院温馨上映 余天又齐 李亚平 为了儿子余祥全 常常伤透脑筋 资料照 记者陈亦全社 我是你转世老爸讲述 音转声音错阳差展开的故事 都好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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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侧 谢谢观看